侵入性 但是他卻比侵入性的针灸还来得更痛 我光为了做那个治疗 我毛巾都咬破了三条 然后每次都是眼泪啊 那种大喊大叫的这样 对啊 狂飙 那帮我做治疗 那个老师本来是接近植物人 他被他爸爸用这个方式 据说是他们祖传的方式 把他救回来 然后所以这个老师他不收取任何费用 他在帮他所谓的有缘人做治疗 因为他从颈胸腰都断 他更严重 结果他现在可以到处行走 甚至在国外他到处都被他治疗 那老师也是非常慈悲的一个人 我更相信是佛法的加持 因为有很多是在医学上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去解释的事情 就好比说我的脚 我的脚踝 我的脚踝是粉碎性骨折 那那个结构在那个当下 他其实就已经彻底的破坏掉了 即使他在重建 他这个骨头的那个骨輪之间 他没有办法再像最初原来的那么的滑顺 所以他甚至他是真身的 他会阻碍他的滑顺的程度 所以那个脚 我的脚盘真的是这么颠的 为了说要能够行走 我甚至能够站得平稳 我甚至连结枝都想到过 就是说干脆就把那个 颠起来那个变形的脚踝 把它结枝掉 换一个人工的 这样至少我站是没有问题的 甚至可以也许可以走 那时候想要站 但是医生不建议 对那时候医生不建议 他说你这个样子 你可能 因为我现在最需要是复健嘛 那你这样一伤筋 那个伤筋动骨下去 你可能又大半年 甚至更久 你又不能动了 不能动你的肌肉 好不容易重建回来的一点肌肉 可能又慢慢的消失掉 对啊 然后我刚才为什么说 最神奇的部分是在这里 就是说 那个结构它破坏掉 它后来居然还慢慢的下去 到现在那个 虽然进度很慢 但是我自己可以感觉到说 那个重心在转换的程度是不一样 而且的确脚盘是越来越下去的 从小妈妈就是一个佛教徒 那妈妈小时候也不断的灌输我们说 佛法的种种的好 然后只有佛法才是 才是你唯一的选择 佛法才是至高无上的 诸如此类的话 我妈妈从小都一直不断的 跟我们灌输这样的想法 那因为那时候都还太年轻 人生并没有吃到太多的苦头 没有尝到太多的苦难 没有把那个所谓的佛法 那么入心 就是听妈妈讲的这么一回事 但是就知道 我们以后都是要信佛这样 但是并没有那么入心 那是后来经过这个车祸 然后就是才算去尝到那个苦 然后跟佛法结上缘 才会跟这个佛法这么相应这样 人就往往在不如意思意的时候 才会想要修行 才要想接近佛法 以前生活很好的时候 也不懂得要去修行 真正的那个苦的时候 你才知道你过去所追求的那些 那些都不算什么 我后来体会到四个字 平凡跟平安才是最幸福的 生命之业 海淘是热到场这样子去 我也跟着他去一次 新店的大明讲堂 去受办法在一起 后来我们全家人就是把 这个希望寄托在佛法里面 就是身心三宝 就是说 我相信 他要是有这个姻缘 佛菩萨的加持 最起码要能够好起来 在学生的大明讲堂 你能够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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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开始 因为我两个妹妹 她们很早就开始在参加 生命体系里面的法会 供修 然后八关才界这些法会 那时候我的小妹 也常常不断地 她们那时候在屏洞 在台北 她常常在电话里头 用鼓励的方式 说阿哥哥你去参加 这个法会很好 对你很好 然后我觉得对你很有帮助 这样 可是也许那时候姻缘还没有到 所以各种理由 也许那时候身体也没有耗到一个程度 也不想出去接触人群 然后所以那时候不会想要出去 所以找了各种理由 去年的四月份的时候 妹妹又告诉我说 今天海涛师傅在新店的大明讲堂 有一场八关在界的法会 哥哥你再去捷衣看看 对啊 那天姻缘就到了 我就说好吧 那我就去狠看 这样 哥哥从小 他就是不断地骨折 因为他很爱运动 他很爱打篮球 各方面 然后进走 他会从台北走到桃园 他很喜欢 他是一个很阳光的大男孩 然后那时候觉得 哥哥以后没有办法再充实这些事情了 包含潜水他也很喜欢 然后就觉得说 他可能当时走调会比较好 开心一点这样子 可是很庆幸 我当时那样的想法是没有成真 我要很感谢那边的一个叫 张秀美师姐的这位师姐 我觉得他在我还没有机会 听到师父的开施之前 我觉得他在第一线 他做了很好的一个引导 他从看到我在那个门口 在那边排回说我到底要不要进去 因为我做了轮椅嘛 那轮椅毕竟这个轮池在外面走来走去 那道场人人都是脱着鞋子 所以我在那边犹豫 我到底要不要进去这样的时候 那个师姐第一眼看到我 他就帮我做了所有的引导 帮我安排的位置 然后甚至因为我第一次参加 我都不懂 然后就全程都在引导我这样 那我有时候常在想说 我的法院很好 如果说我那时候遇到的是 可能也许比较不是那么热情的 师兄姐的话 也许可能那时候佛法没有入心 也许我转头掉头我就走了 我根本没有机会 听到师父的开施 对所以这个法院我觉得 我觉得蛮感恩 那个张秀梅世界的 非常感恩他 他做了很好一个义工的示范 对 慈悲的示范 对 我觉得那个师姐做得非常好 所以我到现在一直非常感恩他 照顾我十个月的印尼籍的义工 他陪了我去很多很多的地方 结了法院 那帽子风雨呢 然后举盘从朴佛 战经 然后八观摘戒 他都一起去参与到了 那最重要的是他还跟我去苗栗洪法院 参加了海涛师父所举办的短期出家 那在那样庄严的气氛之下呢 他也吵着要跟我一起受菩萨戒 因此他也有了法名叫做妙心 他的法名还是海涛师父 战免前亲是帮他取的 那他也有了戒谍 他们回教徒往生的时候 是要穿白色的衣服入恋的 那曾经不止一次告诉过我说 有一天他往生的时候 他是要穿着黑色的海青 回到西方极乐世界 然后现在照顾我的这个 也是印尼籍的义工 他也是跟佛法非常的相应 那也是才照顾我到现在才两个月而已 也跟着我去了一二四场以上的法会 做一些药包 然后共登的这些事情 所以他跟佛法也是非常相应 那我都觉得这两个印尼籍的义工 都是佛菩萨安排来的 来照顾我的 然后并且他们都跟佛法非常的相应 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出身的 因为我刚刚有提到说我神经受损嘛 那神经受损 就代表说我的大小便的这个样的状况 不是一般正常人 那我可能我要再出去参加法会 那一整天 法会就是一整天了 必须要在前一两天就开始准备 就是准备什么 第一个要把我的肠胃清空 对 我也在外面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会突然给我下状况这样 所以我 我必须要把我肠子清空 所以那天我法会 我才能安安心心的出门 我的家人为我送到现在为了我送了上已经一万多部的地藏经都不停的回想给我 然后我们一直都很深心说今天是地藏经加持我们 让我们所有的违缘都消除了 所以我们才可以去接触到一些善知识 好比生命提起师父这些的种种开示 这些我们才有那个福报听得到 如果说我身边的违缘还是那么多的话 我根本听不到这些善知识 所以我觉得这一切的因缘都是来自于地藏经 所以很感恩这部地藏经 然后我们家人也都把地藏经当成我们一辈子的职业 这辈子我们会修其他各种的法门 但是我一定会把地藏经融入在我们每天必修的功课里面 也许没有办法读诵到一部 但每天都一定会读诵它极品 一定一辈子都每天都会是这么做 我五年多到现在没有当过地藏经 每天都是读诵的 我觉得佛法不可思议 它不会像变魔术一样 让你一下子就感觉到你很神奇的变化 但是它潜移默化 它是带给你心灵上的平静 就好比说我一个生长者 你中间经过了很多的不为人知的一些苦难 其实是人家看不到 我觉得这些地方如果不是立善王菩萨在引领着我 然后让我的心越来越坚强的话 我觉得我很难走到今天这一步 非常难 因为其实我看起来不像是一个生病的人 对 但是其实在这当中 真的经过身体太多太多的考验了 那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地藏菩萨的加持在引领我 然后让我的心里面的素质越来越强大 然后注意去面对这一切 所以我很感恩地藏心 不光是可以做 我还可以靠着福的东西 我还可以站 虽然不能久站 而且我还可以拜佛 我拜佛是 以前我大概 可能也许这个角度 我人就下去了 因为我的腰没有支撑力 那 现在我不光还可以这样拜佛 这样下去 还可以靠自力站回来 所以是没有问题了 这个现在目前对我来讲就是奇迹了 现在还可以拜佛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像妹妹会告诉我 曝佛的星辰 那里有菩萨已经往生了 然后需要我们去曝佛 然后我就会跟这妹妹一起去 所以有时候你这样算起来 一整天的时间就差不多已经是 差不多就没了 其实我讲真的 我现在比我好手好脚的时候 还要忙 真的还要忙 但是 现在忙的感觉是很有意义的 忙的是很有意义 以前在忙 就觉得忙一下子去想要犒赏自己 喝两杯啊干嘛的 可是你现在忙 忙得很辛苦你是 有时候在忙着看着别人的痛苦的时候 其实你也忘记掉自己的辛苦 真的你有时候看着别人的苦的时候 你真的会忘掉自己的苦 我一定是期待说 我有一天我这个 我这身很臭皮囊 还能够站起来 然后自己还有一点用处 然后可以把自己贡献在更多的地方 比如说佛法里面 佛门里面 因为我觉得我在这里面承接了很多的恩典 很多的师父对我的慈悲 对我的开示 很多师兄师姐 对我的那一种援助啊 我觉得那都是点滴在心头 真的要感恩的人太多了 真的没有办法一一去细数 但是我都记得他们每一个人的脸 以及他们曾经对我做过的每一件事情 那那个东西都是一直在推着我很好的一个养分 推着我干嘛 就是有一天我把我自己布施出来 对因为我觉得 我希望我自己有一天是能够站起来 然后把我自己再把我自己布施出去这样 你发的愿有多大 就是相信佛菩萨会满你的愿这样子 我非常相信我哥哥有一天是会站起来的 他可以靠他自身的能力 跟我们正常人是一样 这个是我有信心的 希望哥哥能够加油 让大家见证奇迹 赶快好起来哦 加油 我们都要加油 大家都要加油 希望你快点好起来 能够满你的愿 我也愿意把这个儿子布施出去 按下来 ł く 我 我 你 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